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得到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最新表态 川普政府现在明确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近日来回发出的制裁中 美国已经做好了升级的准备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除了美国最近的制裁 针对中国软件公司的惩罚 以及最近因为涉嫌间谍活动 而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事件外 北京应该为进一步的美国报复措施做好准备 蓬佩奥周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已经开始以真实的方式进行反击 你可以确信美国会衡量这些新的措施 对他们做出回应 并且帮助中国共产党明白 川普总统不会不做出回应 你不会对美国或者是美国人采取行动 却遭不到报复 川普总统本人在周一表示 他的政府将继续讨论对中国的进一步行动 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与八个月前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川普总统这样表示 而此前中国宣布制裁六名共和党议员 还有五个民主党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他们声称这些人在与香港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糟糕 中国的行动是在美国财政部制裁 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十一位香港和中国官员之后采取的 原因是他们在打压香港政治言论方面发挥了作用 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周四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 在未来四十五天之后 禁止美国与社交媒体应用TikTok还有微信的中国企业主进行所有交易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消息 熟悉情况的人士告诉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告诉其军方人员不要开第一枪 因为北京希望缓和与美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双方都加强了在争议海域的活动 增加了事件失控的风险 但是北京不希望给美国鹰派进一步升级事态的机会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已经下令飞行员还有海军军官 在与美国飞机和军舰日益频繁的对峙中保持克制 与此同时有关两国国防部长上周的一次电话通话也有了进一步的细节 这一通话大概在一个月前由美方首次提出 最初在北京受到了冷遇 但是消息人士表示随着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领导层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伸出援手 上个月美国出动了尼米兹号还有罗纳格里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中国海域附近进行演习 最近几周还罕见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附近执行了夜间的空中侦察业务 同时中国还在台湾和南海周边进行了海军演习 还有飞跃任务 尽管郭公开措辞强硬的把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称为纸老虎 但是消息人士表示解放军对意外冲突保持警惕 有一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还说 北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沟通 告诉美国军方绝不先开火以示善意控制局势 下达开枪的命令很容易 但是中美双方都无法控制结果 目前的局势高度紧张非常危险 该人士这样表示 他说解放军是一支与二零零一年不同的军事力量 这是指的当时的海南事件 当时有一架美国的情报机与解放军战斗机相撞 中方的飞行员亡为遇难 美国军机被迫降落在海南岛 在美方就该事件发表措辞严谨的声明后 机组人员最终获得宽视 而今天解放军已经制定了许多反制措施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故 美国人将无法全身而退 知情人士这样表示 但是我们很清楚 只有在其他一切都失败的情况下 作为最后的手段 我们才会用武力应对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双方已经制定了处理军事冲突的协议 但是这些安排需要更新 以反映最新的情况 该消息人士没有详细说明艾斯伯和魏凤和两位国防部长 在八月六日的谈话中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 中美两国在一九九八年建立了海上军事磋商协议 以避免在近距离接触中发生意外 二零一四年他们就重大军事行动 相互通报倡议和海军军队相遇的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 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的言辞越来越强硬 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 并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失败的 除了增加在南海的行动 美国还拒绝了中国在争议海域的主张 说这些主张是非法的 威胁到了航行自由 与此同时中共的领导层对于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底对政治局说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威胁越来越大 但是最近几周中国外交官巧妙地改变了他们的战斗性口吻 呼吁通过对话来遏制风险 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接受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采访时 说在讨论南海问题时也要有更多的和解方式 他说南海是该地区各国共同的家园 但是不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的局立场 周一北京的外交部呼吁通过坦诚有效的对话来控制冲突 但同时也说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最后再要对您带来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消息 文章介绍尽管中国方面继续向川普政府还击 北京的领导人也发出了信号 随着总统大选时间越来越短 他们希望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甚至其对美国的制裁 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回应 也相对温和 他避免直接针对任何川普政府的官员 分析说北京最近的举动表示 试图在听起来很强硬 但同时又避免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那种 可能对中国经济和民族自豪感都不利的行动之间找到平衡 如果中国能够在十一月三日之前 让事情不至于彻底崩溃 那么这样的策略就有可能在竞选压力过后 为与谁赢得总统选举留下一些谈判空间 专家表示中国呼吁对话似乎太过暧昧 他预计至少半年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而中国的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如果川普政府继续加大对北京的压力 那么中国的做法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一个重大的考验是 双方是否保持一月份达成的阶段性贸易协议 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就履行协议问题进行高级别讨论 即使是在屡次抨击中国的同时 川普总统本人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 因为香港问题制裁中国时 他没有再打击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密切的那些香港的高官 就连蓬佩奥在周一也表示 政府将维护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性协议 川普在被问及中国最新制裁时说 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回应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我们当时做了阶段性的交易 那是一个美好的协议 而突然之间这个交易在整个事态中意义就不大了 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行动 在速度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令人目瞪口呆 有的时候似乎是故意的不计后果 而上周中国开始认真的发表更具和解性的评论 当时中国表示应该避免新冷战 而与此同时所谓的战狼外交 在社交媒体上却仍然保持了强硬的立场 在香港和病毒大流行等问题上 北京政策负责人比如说高级外交官 却变得相对安静了一些 此前我们提到外交部长王毅 还有中国大使崔天凯 都说现在是时候重置中美关系了 说但愿美方重回正轨 而有一些会谈仍在进行 在七月底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守文 有一群美国高官进行了讨论 而下周上海市长龚正要会见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国防部长在上周也进行了相关讨论 强调了保持畅通沟通渠道 发展危机沟通和降低风险 所说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有人说中国的行动是没有底线的 中国的红线是不断移动的 虽然最严重的疫情可能已经经历了 但是习近平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恢复遭受重创的经济 并且避免社会动荡 只要这些举动不波及贸易阵 或者是军事对抗 敲响民族主义的大鼓是符合他的利益的 而影响有的时候很难预测 北京方面的和解言论的预期受众 并不是川普政府 而是美国公众 还有世界其他国家 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裴敏心 这样警告 问题是他是否能够成功 这个信息正在被中国的其他行动所抵消 比如对黎智英还有其他人的抓捕 而在这里中国所做的 要比他说的更应该得到关注 我们不应该被表面文章所欺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